不少租屋组选择利用脸书社团来找自己要住的房子 但现在却有人利用这点来进行诈骗 说自己的物件相当热门 要求租客先付定金看房 社团上租屋讯行琳琅满目 有民众看到低于市价租金相当心动 内力附近三房两厅一个月只要1.6万 马上讯行询问 房东却告诉他第三个租客马上要汇款给我 租客询问定金要收多少 房东就说第三位租客准备预付两个月租金 看屋不满意全部退还 没想到转账了三万多块全都要不回来 诈骗集团就跟你说 你要看这些房子你要先付定金 诈骗集团已经把苗头指向于年轻的租屋团体的 两三万块他们也愿意 租客发现房东收了定金还继续剖照租 房东谎称目前只有排六个租客 租客后来找到了房子决定不去看房了 要求把定金退还 这时房东话风一转说 我在柬埔寨你白费心思 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 无谓的挣扎 还说你的身份证都在诈骗群里 你骗钱就算了 你已经很可耻了 你要跟人家讲说 你的身份证群 你还欠嗆受害者 你的身份证资料都在诈骗群处 好过分 租屋社团创办人表示 有许多人向他反映多数人悬崖勒马 没有付款 但真实案例也有已经汇款的 到现在还要不回来 属于其他类的这种诈骗手法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需要再整理 165提醒 这样的诈骗手法很可能是汇款到人头账户 民众可以报案寻求协助 租屋社团创办人也提醒 寻找租屋要先看过房屋 确定屋况 附订进时更要白纸黑字 先清楚 避免看到贫义物件 先汇款 却被诈骗 TV新闻 是孟杰曹正元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